我同时想要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的林肯号在中东 但是它却出现了一个大麻烦 图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现在海军来说 美国海军有面临着补给舰 以及操作员短缺的问题 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家图中看到的这个是美国海军补给舰 大脚号在中东国家阿曼的外海搁浅了 而且船舱内部是进水 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 到网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个进水的 影片导致无法向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补给燃料 就是没有办法给它喂油了 大脚号是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 唯一的油料补给舰 所以美国海军非常着急 要寻找一艘商用油轮来替代 清德线有人说是水雷导致的 有个朋友说是触礁 不知道撞到什么东西导致的 您的专业分析来看 美国现在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了吧 是这样的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观众朋友会问说 美国不是核动力航母吗 怎么需要补油呢 当然要补油 例如说你的舰载机要使用油 还有你有一些的发动机 或者什么 他还是会有用到油料 还有在军舰上面都会有车子在行走 他还是需要油料 他并不是说 因为航母是很大的 他有很多的交通工具 各类型的交通工具 他都需要油料 所以他需要有补油船 来去给他加添一些燃料 我们现在是 因为这艘补油船是四万多顿 我们都知道一个舰长 他最基本的 那我们讲的是基本 并不是高超的技能 基本的技能 就是要看得懂水文资料 而且呢 一个舰长不是只有一个人工作 是有航海官 有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军官 在搭配着他工作 怎么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去触焦 会犯触焦的这么低级的错误 这基本上来讲是要处分的 这代表美国的军舰的训练 跟操作机率出了问题了 这个部分里面 真的是出了大问题了 那有人说水雷乍到 你水雷在这个阿曼湾这个地方 你在航行的时候 你的扫雷艇 你的这些监视的动作 一般游轮它本身是很脆弱的 它是会被攻击的 通常都会有一些搭配别的船舰 去为它扫清航道 难道都没有发现吗 这个美国的海军 已经脆弱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凸显的大问题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虽然说 说美国着急的不得了 要找邮轮来 可是您知道 这一艘触礁的邮轮 它本身要观看它的损害程度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修补 维修 要靠哪个港 能够帮它做维修 还是要拉回它的母港 来进行维修 美国现在的维修能力是不足的 例如说他们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导弹驱逐舰 才刚刚请韩国帮它维修 是 它现在也在请韩国 日本来帮它 因为美国自己本土的维修能力已经不足了 那现在有多少的船舰都在排队等维修 一排就是半年 一年半 上次触礁的那个核动力潜舰 等了一年半才排到队 能够进去维修 等的期间里面它是毫无作用的 舰载兵根本都没事可做 然后那个航母是没有任何作战力的 那同样的道理 美国没有几艘这种游轮啊 那没有几艘这个游轮 这个游轮一旦它要开始进港维修的时候 美国的航母的燃料怎么办 所以虽然讲说 它可以透过其他的游轮来代替 可是这些海上补给的这些油 它基本上来说你要改装 而且你要使用半年一年以上 你的改装的能力强不强 你一般的民用的游轮 在通讯系统指挥控制这个部分 能不能完全搭配军舰的这种作业 因为军舰的游轮 它实际上是在航行中进行补击 而不是停泊进行补击 停泊进行补击是更危险的 它必须要在航行中才能够 在这个浪的这个波涛汹涌中 它才能够维持一定的航路 一定的速度跟一定的距离来进行补击 那因此如果你不可能是停下来 你要走的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 都要接受母舰的所有的指挥 这个一般的商用游轮能做得到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的海军 真的是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在这个部分 再不好好解决的话 我觉得他们要跟中国大陆较量 简直是越来越可笑